肩膀极简袭击农场 站在挂击点 换魔者想动你的心 瞬间就熄灭了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还是老规矩 我们要找到一个掠夺着前哨战 因为这里盛场不祥之兆 然后这个农场需要建在离哨战有一定距离的位置 但需要注意 千万不要在水域上放建兆 而据原因看下去你就知道了 到地方了 我们就从裤兜里掏出脚手架 然后一路往上搭 高度的话距离地面150个 现在是67 那么我们就要搭到217的高度 接着以这个脚手架为基准 我们像这样子用树叶搭出一个4x2的小平台 因为树叶可以避免掠夺小队的生成 然后我们再从裤兜里掏出箱子 弄个大箱子 把漏斗插在他的头头 回到正面 我们再往漏斗的上面放上个大箱子 弄完了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用漏斗接在箱子的后面 转角这里也要弄多一个 这里就是待会掠夺小队的生成地 也是我们收集和猝死的平台 接着我们用实体方块像这样子 围着漏斗转一圈 但如果你有强迫症的话 左边这里一定要多放一行 把中间这两个连完之后 可以看到箱子和石头凤之间就有了空隙 这就是我们修脚的空间了 然后我们继续用方块加高6格 把这一圈都弄完了 这是属于是农场的围墙了 啊对了 左边这里也要弄一弄 并且为了对称一丢丢 下面这里我们还要这样子搭一下 这样一来我们刷怪的时候 就不会往左右两边掉下去了 等这些都弄完了 现在我们就来弄习近农场最关键的步骤 来到农场的背面 从左边往右边数三格 用辅助方块搭两格 玻璃这里再搭三格 在旁边再搭两格 把床放上去 然后用玻璃包个边 不然待会我们的村民怎么住都不舒服了 啊对了 由于床也是会刷掠夺夺小队的 因此这里我们也要用玻璃包一下 能不让村民逃走就可以了 而至于村民的运输 气泡柱矿车你喜欢就行了 啊对了 这里得用树叶封一下 不然掠夺者刷在这 那可就麻烦了 给豪宅封个顶铺上绿荫 再把一些地方补一下 等确保村民豪宅这里万无一丝之后 我们再给这围墙的上方铺满树叶 来到这 我们的洗地农场就完工啦 现在我们来到刚才的那个烧站 找到背后带旗子的 我们轻轻抚摸它之后 我们再回到农场之后 可以看到掠夺已经开始了 因为在系统的设定上 一个村民和一张床就是一个村庄 这里为了避免意外 我们可以像这样子封一下 右边这里也是这么做 右边弄完了 左边也要弄 卧槽天降正义 看这就是没有围栏的后果 刚才就是因为这边没有放树叶 绿多者刷在边上了 同学们在建造这个农场的时候 一定要好好检查 看看哪里还没有铺树叶的 等这些都弄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安心在这个缝隙 给他们修脚了 啊对 为了避免被女巫的药水祸害到 我们可以像这样子打两个半砖 或许有的同学会说 这不怕换魔者的吗 你别说 啊真的不怕 毕竟我们脚踩的可是树叶 而脑鬼也无法被召唤出来 或许又有同学会问 怎么屏幕的进度条就没了 这里就涉及了袭击的机制了 一旦不够位置生成掠夺小队 或是村民都被歼灭了 袭击也就不会开始或结束了 可以看到 这只卫刀是很幸运的刷新在了 村民的豪宅里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玻璃也是可以刷灾恶村民的 因此我们需要把这两块玻璃打了 然后把树叶给填回去 来到这里 我们的袭击农场就算是完成了 但如果同学们只想捡装备 偶尔用来清理一下身上的不想执照 那么你可以像居留有这样 在这三个位置放上按钮 然后把岩浆放在这里 因为按钮的存在 岩浆并不会外露 接着我们再把一桶水倒在对角的位置 这样一来 一旦有掠夺小队生成 他们就会被送往洗头的路上 但这里也看到 有些顾客就很贪心 不仅想洗头还想洗澡 因此我们需要用方块 限制一下他们的活动 不然他们离去时的掉落物 可能就会被岩浆给吞了 啊对了 有方块的地方就要放树叶 并且对于女巫这种 还能吃抗火药水的磁性人物 这里还是需要我们手动清理的 到这里我们的肩板 袭击农场就完成了 总的来说还是非常的简单好用 快加上你的村民一起去试试吧 好了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吃个金针菇 我们下期再见